我们的机器的时候拆开包厢呢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部件 两箱都是 其中一箱就是我们的配件 然后另外这一箱呢 就是我们的仪器的足机 然后呢现在我介绍一下 我们的配件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你拆开的时候 要确认里面的配件是否完整 就会包括一个 专门用来扎这个机关板的扎带 一份说明书 一个电源线 还有两个安装在仪器两部的 一个仪器的支架 还有一个 负压射频的头 一个三级射频头 一个四级做四肢的 一个治疗的射频头 一个六级 宏观的做身体的 一个射频头 还有最后我们这个 40K的报纸手柄 还有这个也是用于我们安装在仪器散布的一个存放射频 还有负压报纸头的一个手机 最后就是我们这里的一套机关板 然后你确认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教你怎样安装 可以了 好了 你好 当我们装完这个仪器的配件架分别是这样子的 这两边分别是放机关板的 然后呢 这上面安装的是我们放手柄的一个配件架 然后呢 这两排分别就是用于前面这两排分别就是用于连接我们机关板的这这两个按钮的都是四个点的然后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就是这两排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些孔位所连接的 首先呢 是我们的这个三级的一个脸部护理的射频头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剩下的这些点上面呢 它有是孔位不同的点 有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五个点 根据你手柄不同的点数 去连接 然后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困窍 然后这是两个点的一个射频头 然后插进去之后的选紧这个旋钮就可以了 然后就放在我们的配件架上面 接着就是我们一个四级的射频头 然后就根据这个四个点的然后直接去连接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配件架上面 然后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配件架上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抱枝头 手抱枝头是三个点的 然后选紧之后呢 就可以安放 然后这是我们的六级做身体的一个射频头 是最多的五个点的 就连在两边这边 然后最后就到我们的这个负压射频头了 负压射频头呢 它这里有一些损位就在里面的 如果当你安装的时候你适当的旋一下呢 它就会很容易安装的了 就根据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旋钮开关 这个是用于控制我们这个 这是用于控制我们这个负压射频头的一个吸力的大小 你可以调节它的大小来调节传入 这是我们的总开关开启仪器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连接电源进行我们的操作了 我们仪器的总开关之后呢 仪器就会开启 然后我们看一下仪器的屏幕 上面分别就有抱枝 负压射频 三级射频 六级射频做身体的 还有一个四级射频做脸 还有一些四肢小部位的 最后就是我们的机关板了 然后现在我一一给你们介绍 然后首先是我们的抱枝 然后呢这是模式 模式是主导它的一个间断的时间的快慢 然后呢一共我们有20个档位 通常一般我们建议呢 一般肥胖的话就选取啊轻胆 轻胆就轻胆就是1到6档 然后呢中度肥胖呢我们建议呢就选择7到12档左右之间的 然后如果是十分肥胖的啊我们就建议选择到13到18档不建议 可以采用最高档一般根据客户你自己的情况来定 然后呢当使用的时候呢都是需要涂抹凝胶的 然后这是时间你设置好时间我们的聊成时间呢一般是不超过30分钟的 第二个这是负压的一个模式界面 这是吸气的一个时间 这是放弃的时间 根据你所选择的一个来选择这个设置这个吸放弃的时间 然后这是一个治疗时间的选择 然后这是能量档极 这个能量等级呢是负责啊调控这个射频的 然后这个负压的我们也是每次不超30分钟 一般用于大区域像肚子这样的部位 然后这个是三级射频就这个小的 这小的呢它是一共20个档位 一般只用于脸部的一个护理 啊向上提拉 一般是向上提拉这样用 然后还有脸颊的这些地方 然后呢这是一个护理型的 一般呢我们就选择中档 在使用者脸部感到温热 还有一些热感就可以了 不需要烫的 然后呢使用的时候也需要添加凝胶 然后呢每次我们使用呢 一般使用是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一般的疗程是啊建议一周可以用一道脸饰作为护理使用 然后这个是作为做身体的一个射频的 也是20个档位也像抱枝一样是轻度肥胖纯轻胆 中度肥胖纯中等的强度啊比较肥的很肥的就算啊最最后的那几个档位 然后啊时间它们也是啊不超过30分钟用于肚子的 这是脸部射频的 这是一个四级的 然后它是用于啊四肢啊 还有一个脸部也可以 但一般我们建议用于四肢大腿比较啊细一点的地方 啊治疗疗程呢是不超25分钟的 然后每次也是根据肥胖程度选择那个能量分析 最后就到我们机关板 机关板一般我们建议使用到15档以上 然后呢工作时候呢它就会发光 然后呢这个模式呢不同的模式就是不同的一个闪光亮点 然后呢就是啊根据你想要的那个程度来使用 一般的这个呢我们也是做30分钟 然后下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台机是一个组合功能机 一般是暴脂加射频再加负压为一个组合的治疗疗程来的 然后呢还有这个啊这个机关板 适合医为一个组合的减肥疗程 通常呢我们就会用啊射频 先用射频来软化周围的脂肪疏通那个淋巴 然后呢再用这个暴脂来啊爆破脂肪 使脂肪变成三寸干肉脂 然后成液态 然后最后呢再用这个负压色频的来进行身体的塑形 然后做完这些呢最后你还可以在平常时间用这个机关来进行一个疏导 加快血液循环还有一个轻微的减肥作用 它们的操作手法十分的雷同 啊 例如爆脂跟这些都是从肚子上面进行打圈操作 避开肚尺的部位 然后要添加凝胶 然后呢如果这些两侧的巨肉比较多 就要往中间堆砌 往骨沟淋巴这里走 两边都这样 然后达到一个塑形的效果 然后呢其他那些两个呢操作的手法基本雷同的 射频的话在软化当中它有宏观 也是通过一个小型的打圈 在区域部位内使这个脂肪软化 然后呢也要向中间堆砌 使脂肪的流动往这个骨沟淋巴这边走 然后最后这个塑形的也是 塑形的这个它会有一个负压 因为你的脂肪经过包括成液态呢 它是有一个流动性和流向性的 也通过负压吸住 吸力不需要过大 只需要吸稳就好了 需要添加凝胶 然后吸入慢慢的移动 然后通过射频来引导这个 然后哪里下水 一定要步骤是往上拉 还有往左向上方提拉 不能向下 不然的话就效果不那么好 然后大腿跟臀部呢也是往上拉 做到一个提臀和提腿的作用 然后这个激光板只需要用我们的固定的绷带 分别是用于 这种是用于小的 扎这种手臂的小位置 然后这种大的就是扎肚子的 然后通过腹部定位带把它们扎在一起 然后固定几十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这四个头呢是一个组合疗程 要每一次使用的 然后我们分三个阶段使用 第一次就是一个减肥阶段 每周 这三个头都会 按刚刚我所说的 每周可以做一次 第一次是减肥疗程 每周做一次 一个月为第一阶段 第二次就是每两周 做一个疗程 每次也是不超三十分钟 为一个塑形阶段 一个月为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一个保持的阶段了 就是第三个月呢 你可以在整一个月内做一到三次左右 但是要根据个人 当时的一个体重情况来定 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了 但是我现在就把这个体重感 我现在不知道 那么多看重的 是这一段时间 我闭上到一个阶段 我现在有一个阶段 就是一个阶段 我现在还有一个阶段 所以我现在看重的阶段 是什么阶段 就是我走的阶段 我现在就把阶段 可能很明显 就是我之前 我现在就把阶段 我现在可以了 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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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